K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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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健康新資女給我 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面對地球暖化 對我們人類的威脅之外 其實我們每天從居家生活當中 所製造出來 對身體 對環境的污染 在在威脅著我們的健康 我們希望給我們 所愛的家人一個無獨的環境 今天的來賓 因著他愛家人 愛他的狗更做出了 無獨天然的手工精油造 到底如何將這樣一份愛 傳遞下去呢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是魏思軒小姐 思軒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你們好 思軒今天我們要來講說 洗出好膚質喔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子 聊出這樣子一段引言 就是因為其實在我們面前 現場觀眾朋友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手造 對不對 那這個一看就知道 不是機器做出來的造 對手工的 所以手工造很特別 就是它好像就是四四方方的 其實現在手工造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講到 其實從我們的食衣住行 從開始一睡醒呼吸 然後對我們講 都有很多的污染在 對 恭喜 所以現在癌症越來越多 對 癌症現在非常多 是 所以其實這樣也是一個 飲食 生活 跟環境 造成的這些毒害 對 是 所以 世軒其實我們來聊聊 你的故事很特別喔 你講到這樣的一個手工造 其實你以前的職業是美容師對不對 對 先做人的美容師 就是按摩 為什麼要說先做人的美容師 因為它現在是寵物 狗的美容師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你經營這樣的一個寵物店 照顧毛小孩 大概多久了 現在做寵室寵物這一行大概十年 十年 也很長了對不對 所以什麼樣的因緣機會 會讓你為你的毛小孩 研發這樣子 比較天然無毒的 這樣子的一個清潔用品 當初我是先進獸醫院上班 當助理 是 然後獸醫院來的大部分都是皮膚病 對 蟲咬過敏 其實蟲物 尤其是毛小孩 他們的毛很多 對 所以這種皮膚上面的問題 會特別多對不對 對 因為它是毛髮結合嘛 還有皮膚 它就會有毛髮跟皮膚的兩種問題 然後後來自己的狗有一隻食物過敏 然後我們就看那個醫生都看不好 牠就是癢 掉毛脫皮 OK 是 所有皮膚上面的問題都來了 對 因為牠過敏 但是醫學會治療皮膚 不會去告訴你說牠過敏 所以狗也會過敏 會很嚴重 很嚴重 很嚴重 尤其是氣氧的更嚴重 而且牠用的一些清潔 比如說牠的洗澡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都是添加物的東西 基本上牠們是希望 酗族牠們美容師都覺得酗族要香 所以香味 所以通常都很香 然後另外就是獸醫院去的時候 因為牠皮膚病 所以牠們都會上藥 止癢 是 那種洗劑會更乾 喔 讓你的皮更乾燥 對 然後當下止癢之後會越來越嚴重 是 所以陰著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們去幫這些毛小孩洗澡的時候 其實間接的你們自己的皮膚 會越來越乾 對 乾裂 然後脫皮 冬天只要風吹就會裂開 指紋就會裂開 所以是很難過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像從事這種不只是寵物店 我覺得美容液的 對 洗頭的美眉 對 牠們也會有同樣的麻煩 大概洗三個月 手就開始爛了 對 乾裂了 對 乾裂了 對 乾裂了 好 所以這樣子陰著這些 你自己的一個需要 跟你看到這些寵物這麼可憐 嗯 真的 對 精油的熱愛 對 然後你又對美容 因為你本身的職業就是美容師 對 所以你知道說人的皮膚 需要什麼樣的膚的東西 營養分 所以你開始進到了寵物造的一個研究 所以你研發出來之後 你用在實際上去清潔這些狗 它的效果還有保養上面呢 第一個就是我基本上我開始做的時候 試洗是洗四個月 為一個療程 然後我們第一次洗 我們的手就不乾 自己的手就不乾了 對 自己的手就不乾了 然後滋潤度也夠 也不用擦護手 然後洗到第四個月的時候 中間夏天經過嘛 對 之前會掉毛 厚厚的一層毛 掉到剩薄薄一層 這一次四個月就沒有怎麼掉 還是這麼厚 是 多少啦 就是代謝還是會掉一點 所以皮膚上面你看到毛小孩 他們的改變是 大概多久就開始有成效出來 正常肌膚只是換 就是俗話說的換季的這種 四個月以內一定穩定 OK 是 所以現在來到你的寵物店 每一隻毛小孩都是用這麼天然的 對 我們是強調整店環保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看喔 寵物也跟人一樣 它是一個有生命體的 對不對 所以何況 它對寵物都這麼的照顧 當然對自己的家人 也是這樣子的愛心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 其實你因為長期的工作壓力 也是很大 所以你自己本身身體 也有一些反應出來了對不對 因為寵物店上班時間很長 然後最少都是 十個小時以上 十二個小時 基本上 然後不包括客人玩街啊 或是幹嘛 對 所以你就會操勞 睡眠不足 沒錯 然後狗如果比較吵 或是 脾氣大 狗的脾氣不好的時候 對 脾氣大的時候 你就會精神壓力比較大 然後吃飯是一定就是不正常 不正常的 就是有空的時候吃 所以開始反饋身體的健康出現紅燈了 身體變比較差 代謝差 皮膚就會沒有光澤 然後就開始掉頭髮 因為要壓力 是 所以你看這個掉頭髮 我們來給觀眾朋友看一看 這大概是幾年前 左邊這一張 三年前 三年前的視宣 你看它的精神壓力 還有它身體的一個反撲 讓我們看得到 你看它的髮線 它額頭的髮際線 是往後的 對 往後 很明顯的 而且髮量很少 對 那時候已經不能綁頭髮了 所以你本來已經 以前是長頭髮 對 你就乾脆把它剪掉了 因為綁的話會痛 頭髮的耐 撐不住那個綁頭髮的時間 你頭皮的耐受力也很差了 對 變很薄啊 是 所以三年前 它陰著這樣子 那時候寵物狗的 那個寵物的罩 已經穩定了就對了 對 他們的先做 是 所以它就想到 狗都可以有罩了 人為什麼不要換對不對 對 還有不只它自己 然後你看這個是三年後 它的頭髮長出來了 所以你大概自己這樣實驗 用了多久的時間 我現在還在洗 我現在還在使用 但是這個 其實一年半的時候 一年兩個月左右 髮質就穩定了 然後開始增厚 然後就一路洗到現在就是 長跟厚 是 所以其實到了人的罩的話 你是因為自己本身 還有你的媽媽 我剛開始自己這個狀況 我以為是老化 是 就是我不覺得它就是 它是病態的 對 或是身體裡面 身體出現問題 真的 我覺得就是 可是你很年輕啊 哪會老得這麼快呢 對不對 這是傳統觀念吧 就是你年紀越來越大 好像是正常的 你就覺得你實在老化退化 對 所以你覺得它是一個正常現象 對 後來是因為媽媽的臉實在是 太嚴重 然後它 會變成一塊塊 然後一淚就會起紅疹 然後 它只要睡不好就整個暗沉 然後年紀大就會 比較下垂 鬆死 然後它 那時候又常來寵物店幫忙 就會比較累 然後就想說 做個罩讓它可以在身心靈上面 比較放鬆 那 你建議它洗完澡按摩 如果很累的話 其實是 沒有時間 或是沒有體力 保養 很多女人就是 後來就是沒有體力保養 因為回家很累了 對 那我想說那直接就把 精油試試看 做在罩裡面 它就可以洗澡 保養 是 一次完成 所以因著媽媽的工作的關係 對 然後時間上面 不是這麼多能夠做足的保養 所以你就突發奇想的 能夠讓清潔跟保養 結合在一起 在這一塊罩上面 所以它不只清潔到 它也有保養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洗完以後 根本也不需要太多的保養品 不需要 可以不塌 看你的膚質 但是它會有一個代謝期 是 你從一般的市售沐浴乳 或是一般的市售手工皂 就我們毒害這麼久的一些 清潔用品之後 你要替換這個過程 它會有一個過程 因為皮膚我知道 是人體最大的一個排毒器官 也是一個吸收面積最快速的 那其實它是28天的一個新陳代謝 大概是一個月 差不多 但是就是要看你自身的狀況 不過不管是用在洗頭 洗臉身體 它都一定會有一個代謝期 只是個人感受 有的很敏感 它感覺到 有的會覺得沒有什麼差 沒有什麼感覺 但其實它是會再代謝 跟你自己的皮膚會修復 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跟我們的毒 在身體上沉澱的 有多長的時間 這個都有很大的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跟觀眾朋友分享 到底用了這樣子 天然的清潔用品之後 媽媽的身體起了什麼樣的變化 我今天是來分享三塊很神奇的照 髮照 早安跟晚安三塊照 那因為使用之後覺得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用這塊照是因為我的女兒 她是美容師 她為了我的皮膚 她去研究這個照 然後呢 我用了之後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非常鼓勵她 希望她能夠把這幾塊照拿來分享給需要的人 那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 因為年輕的時候不懂得照顧自己 尤其是皮膚 那到了年紀慢慢大了之後呢 才發現皮膚有極度的過敏 你們猜猜看我幾歲了 七十 那由於這個皮膚極度的過敏 紅一塊紫一塊的這樣子 所以呢也去找過醫生 用過很多很多的保養品 後來實在沒有辦法 不會好 後來只好到醫院 那醫院醫師開給我的大部分 都是內骨腫的染膏 那那個一擦就有效 我幾乎把那個染膏當成保養品再使用 後來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藥劑師告訴我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一直用 皮膚會越來越薄 所以我覺得為了這個皮膚我非常的苦惱 後來我女兒告訴我說 到底什麼事你為什麼不開心啊 後來我就把我的狀況跟她說了 後來她說沒有關係媽媽不用擔心 我來幫你想辦法 結果呢她很安靜地去研究了這些照 我用了之後我就覺得太神奇了 以前我的皮膚是一塊一塊的紅 現在的皮膚你們大家覺得怎麼樣很不錯吧 所以呢借這個機會我除了感謝我女兒之外 也希望跟我一樣有困擾的朋友們呢 能夠也跟我一樣使用之後有非常好的效果 最主要的是她純天然一點點的那個化學藥瓶都沒有 所以我才現在很勇敢的很開心的 來跟大家分享這三塊照 希望你們跟我一樣 今天為你邀請到的來賓是魏士軒小姐 她是一個美容師 現在是寵物的美容師 所以士兄我們剛剛聊了 因著你對毛小孩的愛心 然後你研發出了寵物的照 對 清潔照 然後呢 因著覺得寵物洗起來效果很好 對 你就會覺得說你自己也有需要 媽媽也有需要 對 所以媽媽用的效果怎麼樣 媽媽剛開始用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就抱著她也不過是一個清潔 所以會有什麼反應嗎 有沒有對這個照有什麼樣反應 還是用的 她從轉換的時候 就是從市售沐浴乳 就是比較方便的 要轉換成手工照的時候 她其實剛開始有一點排斥 不習慣對不對 因為你用過 用慣了沐浴乳 方便 對 液體的東西 泡泡多 對 起泡劑的很多 對 所以為什麼人都有一個迷思 喜歡香的東西 喜歡那種可以起泡 起得很多的東西 方便 是不是 對方便 然後持續性很久 就是她今天洗了一個頭 三天你還可以聞到那種香味 是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個味道太好了 所以一直沉迷在 迷思在這個香精裡面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要有這麼好的香味 你看喔 天然的花草這些植物 它都有香味 可是它不會這麼的濃郁 對不對 對它一般的話不會那麼持久 天然性的東西會慢慢散發 OK 可是花放在那邊 你走過去聞 都還是有聞 對它只要開 它都是有 只是說我們已經習慣那種化學香精的味道 是 並會覺得天然的東西比較淡 是 所以其實 對人是被這個方便性 對 然後被一個懶所帶入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自食惡果 就很多的健康的反撲 就是我們自己要概括承受的 就是化學的東西進到水裡面 它也污染了啊 有一些是不能被分解 有一些是分解很慢 沒錯 那像照的話 它是24小時就可以直接被分解 OK 那所以它不會污染環境 如果我們要用的話是來得及的 是 那如果我們要用的時候 來不及被分解的 或者是不能被分解的 它就會直接造成我們的分解 所以我們來看到現場 世軒你做的就三塊照 對我只做三個 好 來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從最左邊這邊 這個是 白色這個是 早安親吻 早安親吻 這麼美麗的名字喔 所以這個早安照 它很特別的 我們剛剛講到了 因為媽媽不想 平平灌灌太多 或是太麻煩 所以她把清潔跟保養 完全是二合一了 對 直接做在裡面 所以這一塊早安照 它可以洗臉 洗臉 洗澡 但是會建議在白天用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的精油配方 當初四條是一個醒腦罩 它可以讓你神清氣爽 對 神清氣爽 醒腦 又就是一個早安嘛 對 因為你醒了嘛 你要工作一整天 你要精神很好 頭腦清醒 對 好 所以這個早安照 很特別的是 你晚上洗的話 會精神特好對不對 對 一般人如果是正常人的話 是 或是敏感度太高 他真的會睡不著 好 那這是早安照的一個 而且它每一塊照裡面 都有三四種以上的精油成分 最少是三種 其他都是四種 那特別的就是說 它其實它的 我們說一定要有油脂 對不對 其實照都要添加油脂 照就是油做的 就是油做的嘛 所以你有的是橄欖油 粗榨橄欖油 粗榨橄欖油 然後棕櫚油 乳木果油 其實乳木果油 觀眾朋友 如果你不陌生的話 它是一個很保濕修復的一個 對皮膚非常好的一個植物 所以這一塊照裡面就有 清爽 乳木果油 有修復 滋潤 清爽 好 所以幾點鐘之後 不能洗這塊 早安照 那如果你要熬夜還是可以啊 如果你要熬夜洗的話 當然不鼓勵人 違反這種天性 所以一般你會建議 大概四點前可以洗掉 我會跟客人講說 如果你是正常的 上下班族休息的話 大概就是五六點前 OK 所以它就是一塊早安照就對了 對 早上 好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 現在是習慣早上洗澡 有 很多運動的人 所以族群越來越多了 不要說只有外國人 他們的習慣是這樣 現在台灣很多這樣的族群 所以都很建議這塊早安照 對 如果是白天洗澡洗臉 就都OK 好 那中間這個紅色的這一塊 晚安戀曲 晚安戀曲 哇 你取的名字都好優美喔 所以顧名思義 它就是一塊晚上洗的澡 對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洗臉洗澡 都可以用 對 好 它要特別的一點就是 其實媽媽也有失眠的狀況 對不對 年紀稍長一點 其實很多人 你不要說年紀稍窄 就算是年輕人 很多 對 失眠很多 都會有失眠這種症狀出現 我自己之前也是啊 因為工作壓力 壓力太大 也會有失眠 對 所以你當初做這樣一個晚安照 無非就是希望改善一些些這種 失眠的問題 希望自己的身體循環變好 然後代謝增加 所以其實代謝好 循環好 你這一些交感神經 慢慢改善 自律神經就會好一點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確實 因著這樣子的一個晚安照洗下來 也是有很大的不同 現在就大家都很好睡 就一覺到天 對 大家都很好睡 好 那最右邊這邊 就是一個灰白色的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特別加了那個 炭 常備炭去渲染 所以黑色是有炭在裡面 對 是為了頭髮 是 因為它有吸油 是 它原本的照色是 白色的嗎 這種油底的顏色 有一點黃 乳黃色 對 好 所以這一塊照 它就是一個洗頭罩 特別為了洗頭髮做 去研發 因為它自己切身之痛 對 因為你三年前的一個弱髮 太嚴重了 很嚴重 所以你研發出這樣一個 不會去刺激你的毛囊 可是它又可以修復 它叫做換換換法 三個換 三個換 是口部的換嗎 一個火 一個火部的 然後一個手部的 一個口部的 這三個換都用到 就是幫你喚醒換掉你原本的頭髮 了解 是 所以其實 經由這三塊照 你自己一個 就變成一個全新的人 對 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現在在鏡頭上面 你可以見證到 它自己因為用了一個 就把這些不好的 清潔用品先替換掉 對不對 然後找到了一個 真的是天然安心的 一個清潔保養的東西 然後它努力的去改造它自己 改變它自己 真的 所以現在身體也很棒吧 現在身體很好 因為我覺得就是這樣 你睡得好 你早上很清醒 你晚上睡得好 是 你所有的自癒率就會增加 開始喚醒你自己身體的一個自癒率 對 然後你就會慢慢變好 然後精油的 精油的效用在於 它兩秒就可以進呼吸道了 它24小時以內就會代謝 所以它會慢慢把你的髒東西 再一整天帶掉 那我們是早上用晚上用 所以我們一天是十幾種精油在身上跑 各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其實是蠻快的 是 所以我們看到你前面也有一些 就是一般的手工皂 對一般的也是手工皂 也是手工的 那可不可以教教觀眾朋友 怎麼樣來分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有很多 其實皂有一些必須製造的成分 對不對 對 但是也有分天然的跟添加物兩種 沒錯 但是觀眾朋友就是在標示上面一定要看 避免那些添加的東西 第一個是添加物有一些消費者看不出來 比如說是什麼 比如說它都是寫清氧化鈉好了 作造的基本 但是清氧化鈉有天然的 還有鹽碎曲也有合成的 是 但是你會沒有辦法分別 沒錯 所以其實你看 我覺得說我們人知道毒很可怕 但是我們免不了要吸收到這些 或是要用到這些 因為我們用的東西 我們又不能說像老祖宗這樣子 你說無患指很好 可是你不能去採集它 然後自己在那邊磨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時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相信說每一個廠商 所以要找到合格 有良心的 有安心大的品牌 即便是大品牌 我覺得觀眾朋友都要有這些觀念 其實建立起自己一些 對清潔或是對一些成分的觀念的話 你就可以去挑選 如果有這方面的知識會很好 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精油的一個調配上面 你很花心思去找 三款 因為我之前是做人的美容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很喜歡精油 所以實際上是用了二十幾年的精油 到現在 你自己都在用精油 對 那試過各種方式之後發現 最愛照理的效用易於按摩 因為你在洗澡的時候身體溫度最高 然後你的熱水沖下來之後 它的香氛會散發 然後這個時間你是最放鬆的 你在洗澡的時候是最放鬆的 我覺得這樣精油達到最高的效果 是 所以其實女孩子很愛美 愛美啊 真的喔 你也是女孩子 你也是很愛美對不對 但是呢 你希望自己越來越健康的美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 其實我們女生你去看她的梳妝台上 瓶瓶罐罐的 所有的保養品 你只要廠商說 這個有哪一方面的療效 或是有哪一些美白啦 然後讓你更加的緊緻什麼的 你就會想買來用 會 但是你差的越多 負擔越大 對 負擔越大 是不是 因為它裡面太多的一些添加物 因為要達到市售的需求 沒錯 所以真的 所有的愛美的女性也好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健康會比這些美 來得更重要一點 確實 但是健康就會自然美 但是你不要想說 不健康 健康的它就不美 不會 我們可以很自然美 對不對 所以 因著這三塊 就這麼單純的 三塊皂 洗頭洗臉 然後一塊皂都可以分早上晚上 然後洗頭的呢 它的效果就是 它會讓你的頭皮 達到一個健康的狀態 它其實 所有天然皂 其實都可以從頭洗到腳 只是我把它分成三塊 是因為它的精油作用不同 不同 那這個是為了專門 就是希望它的頭皮毛囊 健康之後 可以治癒率增加 讓它 自然的 突掉的部分 自己長出來 然後穩定之後 再加速它的成長 好 那這邊有一個實驗 我們還是給觀眾朋友看看 這個皂 你怎麼去分辨 你做這樣的實驗 是什麼樣的效果 因為如果它是天然的 它不會有焦掉 或者是 不會黑的 對 所以像圖片上的 左邊 右邊這三張 其實它會有 藍點 而且是黑的 那就會有含有 純類的東西 所以它裡面是含了 純類的話 我們說是 酒精類的嗎 對 所以它等於是有化學成分在裡面 有 化學合成物 好 所以唯獨這一個就是你的手工 就是你比較天然的東西 是不含純類的 對 它就沒有藍點 如果它裡面都沒有化學添加 就完全藍不起來嗎 對 不會染會溶掉 它就是油嘛 然後等於燒了它 讓它融化 對 它就是變成油而已 是 所以其實這樣觀眾朋友就可以分辨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去 超市啊 或是大賣場 買一些香皂 它都是機器做出來的 機器它的做法 它有兩種 一種是有添加化合物 然後合成化學分 合成物 但它有一種也是所謂的不添加 但是它們機器做出來的添加物 不添加的意思 它們把乾油抽掉了 它就只剩下單純的清潔 那你們聞到的香味就是 就是符合大眾需求的味道 是 所以今天我們要介紹給觀眾朋友 這樣子一個天然的精油手工皂的話 它可以洗出一個好膚質 如果 就可以把你的餃子 因為其實清潔就是要把你髒的東西帶掉 對 把你真身的一些餃子的東西 清潔掉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選到一塊 真的可以 有這樣清潔作用 又很好 但是又兼具保養效果的 這樣的一塊皂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名醫師是覺得說 不要用皂來吸煉 其實不會耶 因為皂才有真正的殺菌效果 你反而是PH5.5的那一種 它只有清潔並沒有殺菌 所以像這樣的話 它不是有PH多少這樣子 一般的話會讓它 因為我們是冷製造法 冷製造法的話就是 我們做完 然後一直到量造 量造到可以用的話 就可以拿那個酸鹼式子去測 測六個面 它會可以降到八點多 OK 是 所以所謂的冷製造法 就是讓它自然風乾的 對 因為它這樣子 最能保留原本油品的營養素之外 那精油的添加在什麼時候 才不會變質 對 比較可以鎖香啦 是 所以觀眾朋友 你會覺得說 那它安不安全 是不是有認證 其實這些都是要經過認證 對 認證 因為其實在國內 對照的一個把關也是很嚴格的 蠻嚴格的 所以我們的清潔用品 我們的日用品 其實都有政府單位在把關 所以也都有很多的證照 SGS認證這些的 所以都可以安心來使用 可以 所以你看 如果我們藉由這樣子 比較天然的東西 能夠洗出我們的好膚子的話 何樂而富為 對 對不對 又可以賺得 賺得健康 對 是 今天很謝謝 謝謝 謝謝 我想在這個充滿 獨樹的環境之下 為你的下一代 留一個安全美好的未來 是我們的責任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知 祝你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